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魅力工作者陈立宏先生 第一位是王瑞德先生 还有一位是周年晃先生 以及财经专家汪杰明先生 咱去年是不是就说过了 甲五年不会平白无故的 真的 默默的就这样过去 甲五年是个年份 这个年份在上一个六十年台海危机 在上一个六十年是 这个甲五战争 对不对 香港 曾几何时有这样的情况 我昨天香港的朋友传了一堆来 他们还带了那个透明的护目镜 对 透明的护目镜去 去声援学生这样子 他们非常的愤怒 这张我昨天我就收到了 OK 几乎网路疯狂的转载 OK 这个是在网路上写的说 他是留在给妈妈的 他说 以前我都会告诉妈妈 我去示威 因为周围都有警察 妈妈不用担心 因为香港警察 是英国时代的制度留下来的 对不对 非常的文明 是不是 而且就是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 对 好 今天我不敢告诉妈妈 我去示威 因为周围都有警察 那么这个警民的这个冲突 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 就是有关于他们要这个普选 普选的特首 还有立法会的议员 对 我们这个新闻非常的多 可是我们一定要跟观众讲一下说 他们是怎么来抓公 香港人是怎么来抓公 想跟阿京人没法对话 这就是今天的香港 明天的台湾 我们要非常注意的 他现在是这样 之前就是香港的特首 是有1200个人的委员会 对 代议政治 选出来的 对 这就不是普选嘛 普选就是一人一票 每票都同家人 对不对 好 现在就改了 他说我们让你普选 对 但是候选人是谁呢 有我们的决定 没有 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不够民主 有1200个人选出候选人 然后你们再来选 我选出这三个给你 再来一票票选 反正都是北京要的人 这三个人 某甲某饼某饼 其实都是北京 那一千两百个人 也是北京 对 也就是说 那一千两百个人是商界 政界 教育界 是吧 是中文文化的 但是这所谓三个人的候选人名单 必须经过北京 他们审核通过爱国与否 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爱国 没有通过这个爱国 简单这样讲 不是那一千两百个人 选出来的候选人 你都不能选 就是我出来 我因为台湾是这样 你只要保证监理登记 你的资格可以 年纪学历什么都OK 那你就可以选 他不是啊 可是北京真的好委屈 过去是一千两百个人选出来的 那个就是特首 我现在还多费个功夫 一千两百个提名的人 你不用这三个 我没有决定 你们自己决定 这三个 你们喜欢哪一个选哪一个 我没有尊重 那个叫做 你是对我来讲 你选百英九 我用一句话 我用一句话 我用一句话形容就可以了 你告诉我差别在哪里 我用一句话形容就可以了 那叫脱裤子放屁 放屁就放屁 你还要再脱裤子放屁 因为怎么样选 都是你北京要的人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 那个投票率还是很低 那个特首 也不代表香港老百姓的意志 但是重点 为什么那么生气 原因是因为 当时香港回归的时候 答应 就是下一次的特首选举 是由香港老百姓 一票一票来选择 大家不选 这个都还是后话 你知道这次的要求 其实有多卑微吗 因为他要送去 他送几个版本 去给人大 那现在就是立法 最后这个版本 就是这样的版本 我们是不是可以 因为香港的立法院 可以立法会 立法会可以否决 就再弄一个版本 不必用这个版本 让他强奸你 让他强加在你身上 所以这一次是说 学生希望在立法会 能够挡住 只是这样 他们只是占领中环 没有要反中国 立法会里头 超过三分之二 都是建制派 所谓的建制派 就是亲中派 那你觉得立法会 可以挡得住吗 他们都是 不管你怎么选 不管你怎么选 不管是政界人士 商界人士 法律人士 他们都是仰赖 北京 鼻息的人 那这些人 你觉得这些人 敢对北京 说No 是吧 所以我们要跟 观众解释说 为什么最后 一再一再的 就激发出 这样子的一个愤怒 因为我的要求 不是反China 我是 我是希望 在这个给的方案里面 我可以更好 大家有个空间 就是说 去negotiate 可是现在是 全部说No 这样子的话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1990年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跟英国 为了所谓的香港回归的问题 他们开了也很多次的会 那达成了协议 所以1997年在交接了以后 才衍生了所谓的香港基本法 相关的法律规定 你还要忘记那个时候所说的吗 一国两制 50年不变 香港可以维持它现在的状况 很多的状况 50年不变了 现在才1997到现在才多少 1997就连生文开始出来上班那一天 到现在17年而已 这对我们其他就是不是 我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这是我个人来讲了 我会觉得说 天啊 所以香港 已经香港精神 香港的样子 就可以已经是 几乎完全没有了 你知道香港的律师 香港的法官是戴假发的 现在除了头发是假的 其他也都假的了 对我讲个例子 不会啊 我要把香港法官 至少高等法院的法官 昨天让那个黄之锋 因为他的律师帮他申请人身保护力 因为他说警察违法扣留他 因为香港的法律是 警察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 扣留你24小时 但是超过24小时就需要理由 你要到法院去了 扣他两天 所以他的律师帮黄之锋 申请人身保护力 后来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说 你警方一开始逮捕黄之锋 是有理由 可是你后来的违法扣押 就没有理由 所以让黄之锋回家 你这一点你还要感谢香港 还留有英国人统治时代 那种一点点的司法独立在 所以那个人是有头发指甲的 其他是真的 对 其他还有真的 对他还有真的 他至少他秉持他法律人的良心 我要先凸显为什么说 你选出这1200个人 不能代表香港的意志 我们就要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太阳化结束的时候 不是也是占中吗 占中的时候有一些媒体 就是一些会计师 会计楼就是那种会计师 他就发表他们的宣言说 我们支持这个香港政府 我们支持中国政府 然后马上他香港 那个那个律师楼的 那个年轻人就说 我跟你看法不一样 我们不能代表我 你只有代表 你是老板的心态 发这个说 你支持香港政府 跟这个大陆的中国 我们是支持香港自治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你在香港拿到牌照 而且你做的生意 一定跟中国有关系 不要忘记了 现在整个香港上市的公司里面 以前只有大概一成多一点 跟中国有关 现在是跟中国有关的 已经是七成 如果直接跟中国有关的 都快八成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会计师要做谁的生意 你律师要做谁的生意 你金融业要做谁的生意 你市农工商 你不跟中国做生意 那你能活吗 所以你从跟这个 逆境来看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对联系络 有点感冒原因 为什么拉到联系络 所以有一点吗 还是很多 我个人表达 我对他感冒很正常 也可以有人表达 对他很爱 怕什么 不要一直解释 我回答我刚才说的内容 你想这一群人 他是靠中国奶水长大的人 他选的人 难道不会是有偏陀吗 这就是香港老百姓 如果不能接受这个事情的原因 你不能用一群 跟着中国已经纪律业者 你再找出一群人 我想其实台湾人应该都 多少都了解 香港为了民主 现在不得不抗争 对 就是说因为命运 显然都要握在北京手里 所以他们现在抗争了 就是说我们希望 让我们的特首以后是普选 真普选 什么人都可以算 但是以后 这个中国的人大是不同意 而且这个我觉得要特别强调一个背景 还有朋友想说香港人这次是什么 英国人跟他同志90年 他也没插没完 这个是他有一些 有北京就这样讲 所以香港人就展开大概史无前例的抗争 对中国的抗争 这个抗争的规模有多大 昨天人最多的时候 大概有6万人 他们这次从发动突袭到后来整个抗争 包括后援部队 其实我觉得几乎就是我们太阳化的翻版 突袭的时间是晚上 因为趁警方不注意的时候 突然就有这个打前线的学生 7万人 也有些7万 突然就打前线的学生就翻过那个柿篮 就进到那个政府总部那边 然后警察就赶快包围 因为原本他们是10月1号才要占中 所以香港 10月1号是中国的国庆 对 所以香港大概有七八千个警力 这两天其实都尽量让他们放假 养金蓄锐 因为10月1号要出勤 所以大多数的警力 其实这两天其实是在放假的 结果这些学生就突袭他们 然后警察一时间没办法那么多警力 所以大概100多个学生进去之后 一些警方就包围这些学生 就后面的群众来更多 又把这个警方反包围 所以有点像当时太阳化在立法院的状况 就是学生冲进去 警方在外面 然后群众更多在外面 后来他们香港警方 要赶快从各地调动警察来支援 就发现进不来 因为所有主要的交通干道 都被群众围住了 到最后他们是怎么进到现场 就是地铁 他们征召地铁 直接开到金钟站 金钟站本来是不停 对本来金钟站 他们是先叫地铁说 金钟站不准停 就不让人去 然后后来警方干脆征召地铁 征用地铁 然后直接开到金钟站 把警察一车一车这样载过去 那对7万人 这是香港的警察 那他们都有背枪 对不对 说起来看有这个气质 你别怕 这好像其实比台湾的 没有错 配备好像还要更加武力雄厚 钢盔底下 钢盔底下是防毒面具 那手上拿的其实可以 这都戴防毒面具 他手上拿的那个枪 其实是可以发射塑胶子弹的 你不是说要打不死人 但是痛到不行 会打死人 会打死人 如果塑救子弹从眼睛打进去 会打死人 而且真的打死人过 然后台湾的警察的配备 我们大部分这些年来 顶多就是用什么 锦棍 锦棍子 长棍 棋梅棍 然后还有就是顶多喷水柱 而且这个近距离根本不敢配枪 没有错 然后民主国家政报警察 在对付自己人民 通常是不会带枪的 他使用锦棍或是起霉棍 打你就够了 我讲坦白 他不需要配枪 因为万一配枪有个风险 万一你被枪走怎么办 然后还有大家要注意 那个金钟站的地铁 他事实上就后来就是 用地铁来载警察进去 那其他的地铁 开到金钟站 全部不准停过去 所以很多送物资的 等于到这个地方 到前一站 开了以后 他告诉你到这个站不停 可是你要记住 他们的站长 在车上列车站的广播 他说下一站 金钟站不停 但是请各位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祝福你们 什么意思 就是连列车站 因为他的职责 他没有办法在这里停 他心里面是这个 等于说支持大家 还有后来源源不断的 这些政报部队运来了以后 你知道这个计划叫什么计划吗 叫做光明顶计划 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光明顶计划 六大派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面 不是六大派 以天吐龙记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吗 他把这一群占中了六七万的人民 香港民众视为魔将 你懂吗 他们就是六大派 但你记不记得武侠小说里面写的 六大派所谓名门正派 做的事情都是偷鸡摸狗的事情 你知道吗 他却故意把它设定叫做光明顶行动 那就是表示说你们这些人全部是魔将 那这注定失败 因为光明顶行动最后六大派高手 被招武器一个打败 对没错 黄之锋 对 所以注定失败 我们来看一下黄之锋 这你警告什么 宫廷违法 没有 他是说树梨不然否则开枪 对啊 他叫你们解散 对啊 要不然我们 FIRE 这个要FIRE是FIRE什么 有可能是催泪弹 有可能是塑胶子弹 对 应该不至于敢开真正的杀人子弹吧 没有错 如果今天 你不得了 真的开子弹的话 开箱的话 你不得了 当然你不知道 但是我要讲 因为光是这个画面 其实已经是够下来 六四的时候 也没有人想到会学习天安门 不是因为近距 我刚才讲了 近距离接触群众跟群众 这个什么推击的时候 这个拿退枪是多危险 非常危险 不是群众危险 你警察也危险 而且这会让场面 冲突的场面 会更的混乱 跟激怒对方 三一八旋运的时候 记不记得 本来群众说要去总统府 或要去哪里 政府也对外宣称 不排除开枪 台湾政府 都有人说 那时候警方就说 说我真的 真的就是说 就是 对 说说说如果群众带往总统府 其实是不排出开枪 有吗 有 都上新闻啊 那时候讲的是橡胶子弹 不是真枪 那这个其实就是真正在开 在开 催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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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画面 其实是很可怕 警察枪拿这样 然后人民手是举起来的 而且前一天在这个 正式的开这个催泪弹之前 它是近距离的用胡椒粉喷啥辣椒水 那个辣椒水 那辣椒水喷了以后你非常难过了 有时候不知道 今天苹果有一张照片拍的很清楚 有有有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喷辣椒水 对 这是辣椒水吗 对 这道具有多厉害 很辣非常辣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做那个 这个那个新香料的 他就拿过好几次给我们看 然后这等级不一样 他说这都是卖给各个国家的国防部的 国防部采购辣椒 他有辣炖的 他们煮菜要用到那么多 没有就是用辣椒水 那个时候郑杰案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请一位老师 那个武术老师来讲 对 他不是有讲说那个防糖喷雾器 其实这个是一种防糖喷雾器 可是你注意看 一般喷出去是液体状 它的喷出去是泡沫状 它会黏在你的脸上 是哦 对 你只记得它喷出去其实是泡沫状的 而且它是直线喷出去 所以你看那个警察都是对着人的脸在喷 所以这没有到喷了 对 他进距离 他不会 他进距离 他进去喷就要说 那真是流眼泪流鼻涕 你又没喷到 你在旁边闻到 你就蹲了 在跑警察摆着在蹲 胆汁 那个是被打的 好再看一下 这个也是在喷辣椒水 那像我四眼在家里 而且你看 这样子喷 三挡的还是不走 那这个雨伞挡得住吗 可以啦 你若正面挡 但是那个味道 你感觉还是会过山拍来啦 那他们这次我觉得香港的民众 你炒辣椒的时候 你没有在锅子前面 你还是会被那种辣椒 香港的民众他们是用什么 除了雨伞之外 还用腹目镜跟那个 保鲜膜 等于保鲜膜来对付 后来 世上还是会稳得着 黎智英还戴N95口罩 那他们怎么防 他们怎么防 来我等给大家看 这个他们怎么防 等一下我先进一看广告 其实那个辣椒水吗 原体厨房那个辣椒呛 因为他的辣度非常高 他的辣度非常高 好那刚刚讲说他们怎么防护 黎智英有站在第一线 对 就是黎智英 你看他有戴护目镜 第一时间还没有 第一时间没有 因为吹雷瓦是吊在他附近旁边 那个呛就受不了 所以才把它戴上去了 然后还戴这个口罩 对不对 这口罩起来没用 没什么用 N95你防不了那些 没有办法 那些那个辣椒水 用湿毛巾 香港警方也没有处理 这样大型的 以前有 2005年 那个南韩的农民 去抗议世贸 在那边 当时发射过一次 吹雷瓦斯 那这一次他们香港人讲说 这是香港警方有史以来 第一次拿吹雷弹 对付香港人 对付香港人 雷盖 对付韩国人可以 对对对 对付韩国人 那外国人嘛 真好用 对付客气人真好用 对对对 好来看看黎智英 你怎么会有 靠干嘛 罵话好 因为那个很刺激 没被喷到 眼泪鼻涕 我们被喷到 所以会哭得比他更吹 我当兵的时候试过 当时班长为了让我们了解 什么叫吹雷弹 就在一个防空洞里面 然后丢了一颗 然后我们的人没有停留 只是不戴防毒面具 然后从那边走过去 而且眼睛根本不敢睁开 对 结果是苦笑 那个眼皮是会刺痛 那个非常可怕的 我在伏兵役的时候 在离山之远的时候 因为那个 张卫兵的时候只有单哨 所以不带枪 怕枪被人家抢 带有催泪 带有催泪弹的那种设施 搞新兵你知道吗 菜家伙伴也没问题 那在寝室里面就算一件拨 你知道吗 像我们的整个寝室 盘米都在睡着 早早早早早就盘米 你就知道说那个威力有多难 他们是这样防的啦 对 护目镜 然后又口罩 加保鲜膜 保鲜膜 真的是石头去 这边都穿过 就是总有一个东西 因为它黏到皮肤会很不舒服 会很刺痛 会很刺痛 它这种设备其实还是挡不住 还是挡不住 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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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嚴重了 好,这个是他们也是戴护目镜 也是戴口罩,对不对 还拿雨伞 所以你看哦 我们再回去看刚刚那一张 这是江阳警察有戴防毒面具 有没有,防毒面具在这里 这没有嘛,用雨伞打 不好意思,这个记者呢 记者怎么办 用词去寻了 我这佩服CNN的记者 我昨天刚好看到CNN的新闻 那个记者站在旁边 那个比较高的天桥上 在做现场连线 结果那个催泪弹就让射过来 一颗刚好射在旁边 结果CNN那个记者真的 他当场被呛到是很难过 然后隔了大概五秒钟 他突然从他的妖精 拿出防毒面具戴起来 继续连线 真是专业 循着台湾记者的榜向 所以黎智英真的要学起来 真的专业 黎智英第一次上学的时候 是烟雾弹没有离他眼睛 是可以稍微远一点 然后他就第一次就下来嘛 就弄完之后戴着护目镜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直接就一刻就直接 往他旁边炸开 就是后来你刚才这个画面嘛 他们马上有人递水啊 这次警方是直接面对 重要人物直接攻击啊 那根本不客气 这次香港警方 所以如果开枪的话 也会直接啰 就会打的啊 其实是有开塑胶子弹的 有吗 有有有有有有照片 这个是香港的朋友 在一个社群网站 他的留言 大家看那个伤口 哎呦不是塑胶的吗 对 塑胶子弹是有弹孔 但是没有穿过去 他会造成你的伤痛 因为最上面的对话 是用英文写 他说请告诉你的家人 跟你的朋友 哪里都不要去 非常危险 然后底下人问他说 对 然后底下问他说 why 然后他就讲说 仅用长枪橡胶子弹 嗯 嗯 这怕的 那近距离可能会有 近距离也是 国外曾经有用橡胶子弹打死人 打死人 打死人 对 或是 比如说你的要害 很近距离 比如说你的胸口被打到 有可能是会灌死 因为他是 橡胶子弹的发明 本来是说 要取代真实的子弹 但问题是他要让你痛 所以也就是说 英国人留下来的 所谓的那种香港警察的制度啊 那个警察署的那些整个逻辑 跟那个文化 已经是全面被中战了 对不对 不是战中 被中战 我不晓得大家去英国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看 英国的警察 大多数警察执行的时候 是不带枪的 他只带金棍 对 跟哨子 你要英国 英国人是这样 所以他们当时给香港的警察 香港警察当然有执行有带枪 但是基本上 英国人有把那一套 法治跟人权的观念 灌输在警察的身上 可是97到现在17年的时间 现在已经变成公安了 全面坏 对他已经不是警察了 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警察 因为现在的 因为经过香港回归这17年了以后 现在站在台面第一线上的这些 我们说我拍天 在香港1997之前都是孩子 所以他还没有那种 香港的那种民族警察那种概念 这要变革命警察 你知道不 然后现在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相信 我相信香港特首 一定有接到上面的指示 在10月1号以前 马上给我除掉 我也相信 国庆 我也相信 对 中国的国庆怎么可以让你这样闹呢 我也相信那个传言是真的 在深圳对不对 人民解放军的集结 绝对是真的 他在看 他在看你要怎么处理 因为他不会轻率就动员 但是他在看你怎么处理 你如果没材料处理对不对 我来处理 因为绝对不可能让他在10月1号 中国国庆的时候 不行 这不可能 对的 你看年红那个 其实虽然他在控制 但是我们电视台报的不是这样 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那个 凤凤凰视频 大家看一下 请摄影大概拉近一点 看底下那个标题 香港万人集会敬国庆 支持依法若是胡选 对 就是同样的场景 标题可以这样想 爱扶了你 真的 哈哈哈 这个是很美的 他讲那些 而且 其实香港人也都看得到 香港人不会觉得你喜欢公宵 他这个是给中国内地的人 中国内地的人看的 香港人他是可以落地的 所以其实香港人把这个画面到处传 因为一个主播是美女 好主播 长得很精秀 来来 主播非常美 好主播是个美女 然后他所报导的 其实你看这么漂亮的女生 他也一样就是那个标题 就是香港万人集会敬国庆 支持依法 落实补选 哎呦 这就是你一件 这个就是强国的宣传机器 丢手 这在中国的人 他收到的进行是这样 这有什么意味 不是这个如果是Internet 没有发明之前 不不 美人对不起 中国现在从县级以上 防火墙全部发动 你根本看不到 在中国的网络 根本看不到 所以中国看到的全部是假消息 中国看到的全部是庆国庆 对 对 包括Line 包括Line这一些社群网络 其实都被控制的 我讲一件事情 我讲一件事情 大家记得TNM世界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可是真的有人去北京的街头 去访问北京人 说有TNM世界 他说那是假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 他们脑海中竟然连TNM世界 这件事情是消耻的 他是没有发生过的 对啊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 痛管这个媒体多么厉害 对 你能想象TNM是一个实际的事情 就所有中国人都不知道 我有真的去问过 我真的在在大陆真的去问我们那些 就是就年纪稍微年轻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年轻的这些基金公司的人 我就问说你知道那个天安门事件 他说知道天安门 但天安门有事件吗 我告诉你 他也未必不是不知道 天安门事件呢 就很像戒严时期台湾的228事件 不能讲 我小时候也知道有228 可是我每次 可是我从 就没有办法讲 可是我从他的表情是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书上也没有写 媒体没有看 你上网Google也Google 就是没有天安门事件Google到 他是完全充分的被洗脑 因为我们今天知道228是因为我们媒体上面有写 那以前我这样讲好了 228事件我讲难听一点 我在小学的时候根本没听过228事件 那是国中之后才开始有人讨论228事件 这其实都在消灭 我说真的 我对228事件已经是可能是高中的事情了 没有我们小时候听过 可是爷爷就说就不能说 而且都讲说 你一定有背过南海血书对不对 对那是假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也被骗过 你也知道那个是真的 我们都被骗过 难道他们用这样封锁的方式 13亿人就全部都听不到声音吗 我觉得也未必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中国也在改变 跟科技有关系 他现在全面封锁9 对不对 封锁很多的脸书 封锁很多的东西 那么事实上也设了很多的防火墙 可你不要忘记 台湾最近不是为了那个健保的 在讲那个陆生的问题 有没有 陆生在台湾看不见吗 他全世界看不见吗 然后还有 事实上台湾的几个主要的报纸 到现在也只有几十份 所以你可以进 在从什么地方 特定的地方上去 对不对 你不能直接在那边落地生根 印台湾的报纸 不受检查 可是你也不要忘记 为什么呢 台湾的自由时报 是不可以登录了 你不可以到中国大陆去了 可是有一次 有一次我就非常的压抑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对岸的媒体 来访问我们 还是怎么样吧 我就跟他聊天 他都知道 你知道吗 他每天 他说他每天都在看 台湾的苹果日报 跟台湾的自由时报 我就很压抑 那你怎么看得到呢 你是上网看吗 他说不是 我不是上网看 我直接看报纸 那你怎么看得到报纸 每天早上六点 在台北的市中心 火车站附近 对不对 有一个地方 凌晨六点 就把那个 所有台湾的各大报 包括广告 包括广告 然后呢 一比一这样子 等比例呢 就直接你过去了以后 就直接传真到中南海 然后还有其他的主要媒体 全部都有 他们是同步接收的 你知道吗 你在这边看 我们这边看得到的报纸 他们都看得到 所以台湾有个代理人 在做这个事情 有 有一个 不只一个 他是一个team 一个机构 那全部都在做 所以你写什么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台商 不是在哪里吃的亏 在广东福建吃的亏 他在地方跟人家 怎么打官司都没用 怎么弄都没用 他在台湾登报纸 登广告 不是给我们看的 是因为他知道 然后6点会直接过去 那我就很压抑 我说那你们 你们真的都看得到吗 说我们每天都在看 你们台湾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知道 然后什么误会不会 那后来我很好奇 跟另外一家的媒体 另外一个记者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们嘴巴都喊 我们嘴巴 我们都聪明 现在年轻人 二十几岁而已 年轻的记者他说 我们当然嘴巴都要这样喊 我们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 他们也在改变当中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也在改变当中 刚讲瑞德等到封锁 我觉得我们昨天 亚运的那个棒球赛 也被中国的裁判封锁 三雷神 对啊 对啊 没错吧 真的 看你那年 就给黑了 应该太美咎了 我看到那三雷 那倒三雷 我叫那些 可是我不懂 他主局 我怎么给你 撩得很轻 我们也怕 不是 我怎么看 我们的总教练 为什么不去抗议 这是痛苦 跟一群男人讲话 他们就会这样 插出 很奇怪的题目 怎么会很奇怪 昨天那个收视率多高 你知道吗 我们到底要讲哪一题 没有 没有 那个真的是疯狂 我觉得那个裁判 一定是一个讨厌台湾的裁判 他有两次 对 两次 两次 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封杀台湾 要不然昨天我们应该是赢了 然后其外 我们总教练 竟然不去抗议 嗯 好啦 这半久没兴趣 我们就会在这里 我们一题一题讲完嘛 各位老爷们 老爷们 先广告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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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喔 来看一些这个我们收集的一个照片 这个是雨淋 雨淋 雨淋丢在地上的时候 然后它接下来就是变这样 我大概照料了 对 对这个比较强还是辣椒水比较强 这个比较厉害 因为辣椒水是禁锯你各不锁进目标 这个是大规模 一个是疫情一个是空气 所以你们有绘画 我难道我不知道 所以它那时候只要两颗 你注意看昨天收证新闻的那个引带 只要两颗丢过来 这个区域就进空了 你不动不一样 没人动 没人动不一样 比如说假定 我们以这一是318学运 台湾的318学运 如果占领行政院 那孩子那些学生不就是 每个人串一个吗 双手都串在一起 躺在地上吗 辣椒水这时候如果一喷 我告诉你 你还串呢 你每个人立刻受不了 那就一个一个可以抬走 那去推理瓦斯是对不特定群聚的这些群众 你打下去之后那群众就会散 那功能不一样 我加码他的说法 如果你打辣椒水 他们是直接可以抬走 但是你打一颗那个吹热弹 直接人就这样 自己跑 所以现在吴玉生要修法 要让台湾警察也可以用辣椒水 那现在整天是不行 我们现在整天是不能用 吹热弹可不可以 吹热弹也不行 也不行 辣椒水也不行 通常我们最激烈的就是用水柱了啦 对对对对不对 其实那个国外都称它为水炮了 那不是水柱那个那个真的是炮 嗯 那个打到是会受伤的 有时候他还把那个水里头加颜色 嗯 对 那比如说红色 他一喷 哇你身上呢 白衣服 不是除了害怕之外 让你洗不掉之外 最主要是为了方便辨识 他要抓人 哦 你有那个颜色 你洗不掉 那个颜色洗不掉 哦 就是啦 就是水泡也好 水柱也好 总是在这几样比起来是 是叫相位文明 对啦 相位比较文明 所以这个是香港民主发展史上 非常可耻的一天 昨天 香港有民主发展史吗 有 这就是它的发展史 比起现在来 你还不觉得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至少民主 其实我跟你讲 他这个不是突然 香港的东华已经开始了 他不是突然之间发动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是长期以来的 一拨一拨的 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男孩子 黄之锋 17岁 他就是1997年出生 因为之前有一个洗脑教育 记不记得 对 就是有关于灌输他们这个 爱国爱党的思想 的思想 在他们的这个教科书里面 在他们的教课程里面 所以当年才14岁 的这个黄之锋 他就去组织这个同伴 做了一个小小的组织 来抗议这个洗脑 那你知道就好像 陈维婷也不是突然长大的 他也是从高中一场一场的参加 累积的能量 从野草的那边开始 对 这小孩才三年 嗯 OK 你知道之前像黎之锋 他们去那个什么走路 有没有 为了占中的运动 这个做了很多 当时是那个他们公投 要求要普选特首 对游行那些的 然后本来的这个老头子 都是用按照文明的方式 一步一步来 对不对 10月1号才要占中 结果这次是 第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 先罢课 对 OK 这个罢课 然后这个包围 然后最新的状况就是 黄之锋号召了香港的中学生 各位听好 对是中学生 中学 OK 太阳花市都是大学生 后来又有中学生进来 但是没有一个组织 对 这次是中学生都出来了 哇那真的是 香港的民众跟香港的新闻界 跟香港的人民 他反弹会那么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这两三年来 他们是用黑白两道的势力 在夹杀 所谓的新闻自由 先从砍新闻自由开始 明报前总编辑被砍 在他自己每天 每天在吃饭的地方 就砍 砍到后来中杀残废 你知道吗 然后他得做轮椅 然后在之前 你忘了吗 黎之锋家门口被放斧头 然后把他 菜刀 菜刀 然后再用车子 撞他的那个铁门 有没有 然后相较之下 还有 还有直接在 那个黎之音他们的 那个苹果日报的运包车 把他放火烧 除此之外 香港还发现 意外发现 本来在清查可疑人物的时候 发现身上有两张照片 一张就是黎之音 一张就是香港的 民运的那个机构 不冲想要暗杀 他是一步一步 用黑道的势力 然后再用 现在是变成白道的势力 就是警察政报部队的势力 然后香港的人民 他诉求其实很简单 香港人民的诉求是 你应该按照 那个所谓的 香港的基本法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可以等于说 我可以什么集会游行 这是你当时 一国两制 都妥协的 等于说产物 你自己号称的 那你可以让我 直接普选我的特首 这样子而已 我说一下 这个这些照片 什么辣椒水 什么这个 吹烈瓦斯 这些都是中国的心虚 听好 中国心虚才会这样做 对 要不然看到七万人集会 我就香港特首出来 或中国的代表出来 我们承诺 让大家真普选 好 这样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他就下台了 不是 我意思是说 一个有自信的国家 对啊 就是让你真普选 选一个真正 可以治理香港的人啊 他就是 还有这些抗羹吗 他就是 他这次的意思 我告诉你了 他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直接告诉你 寸步不让 就跟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 寸步不让 一样 对台湾的态度也是这样 一国两制 在这个前提下 我的旗帜下 寸步不让 因为从这个过程 反应的 回应的过程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一定要争 这样子的抗争 不是前天才开始的 是一路以来的时候 请问你 梁振英 有没有出来讲话 有有有 他写了一篇文章 在纽约时报 还有昨天下午 他有公开叹化 也就是说 香港民众 梁振英 现在是香港的特首 香港人民 有这样强烈的心声 你作为香港人的特首 你竟然没有出来 跟香港人对话 你是跟北京报告 或者是北京掐住你 请问这样的特首 更凸显 这样的特首选出来 能够代表香港 没有意义 更凸显 他的没有意义 因为他的官 是北京给他的 对嘛 所以你又没有办法 跟香港人民对话 请问你是代表谁 代表北京 所以就没有用 而且梁振英跟马英九 有异曲同工之妙 太阳话的时候 马英九不是在总统府 回应学生 结果三天之内 五十万人去开刀 梁振英昨天笑 我讲完话之后 昨天帮完人最多 对 七万人 对 原本没那么多人 我觉得对现在的 北京高层来讲 他很清楚 我如果让香港 其实我如果让香港 图选 那内部 其实他担心的是 中国自己内部 会不会有人要求 那香港可以 我们为什么不行 新疆西藏 那这下子就 不喜欢是新疆 对不喜欢新疆 其实是整个 整个年轻人觉醒之后 他们自己要投票 你还记得当时 太阳花发生事件的时候 还有服帽事件的时候 其实在中国大陆 各个的重要城市 都有讨论台湾的 服帽的事情 他们都觉得 中国大陆是浪力 可是在广州一次集会里面 就有个人来自翻语 他直接就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自己投票 选自己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都市的领导 没错 对 那这个事情消息 就马上被封锁 所以其实这次香港 也跟江独什么 没有 其实最主要是 他们各省 中国的说法 对 各省都开始要决定自己投了 那我请问党的力量怎么样 台湾是这样 他们中国大陆是这样子 省长其实不大 省委书记才大 所以他们是用党的力量 去控制的 那如果香港可以自己选的话 那还得了各省选 可是 可是我觉得还是 回到中国大陆讲的 没有心胸 没有气度 为什么 香港是从英国人手上接收的 本来就有基本法 基本法 香港的那个基本法 里面就有说 他配到出售 可以给途选 所以 所以你不可以等同于 其他中国特地的现实 他本来就可以 因为他情况本来就比较特别 对 量身定做的 我的意思说 所以每个台湾人 去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时候 都一定要清楚明白 他们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 是党的机器在运作 所以没有任何民主 所以你可以 刚刚我曾经有一次 在这个深圳在工作的时候 我正好跟一个基金公司的老总 我们去白云机场 我们从深圳坐车 广州 对广州 前面先聊别的 就聊基金 后来他就自己挑战 我民主跟自由 他们最喜欢讲 我们一路 针锋交战 一直打到白云机场 打的是你死我活 但是最后 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 说生意就没有谈 他们很清楚 辩论是一回事 生意是一回事 可是你看到 连这种高干 他已经根深蒂固 你有自由 但是不需要民主 他的重点上 你有自由 你不需要民主 他就问我一句话说 那你说这个民主很重要 我请问一下 你现在干嘛 你现在自由的 被我们开着车 自由的到广州 白云场 而且你只要 跟大一样的政界 你也可以自由的上飞机 没有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尊重 如果中国大陆的人民 他们觉得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 是他们很喜欢的 大家要尊重 可是所谓尊重就是 有人香港不需要是这样的生活方式 不需要是这样的制度 而且他是有空间的 你当初答应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尊重别人 这边没有尊重 我说起来 他们其实没有尊重 因为我为什么说 像刘晓波 他不是写2008宪章 就是说要执行宪政的基础 这样子就被他关起来 他太太也没有犯网 他太太就软禁 那中国人讲那些事情 不好意思 我判断 他们其实就是害怕 他们就看到刘晓波 那我何必去 杀衣警法 其实08宪章 我们现在仔细讲 08宪章 他只是因为 现在中国宪法是党底宪大 就是说一切都是为党服务 那现在08宪章 只是要求说 党在宪法之下 就是一个国家 有一个宪法 是最高指导原则 你党 你做任何作为 是不能预约宪法 这个其实在宪政主义里头 已经是最基本的 但是对中国来讲 这是难以接受的原则 即便你不喜欢听 你也不用把它关起 他们的洗脑教育 就是你去中国 你就会发现 所有人 不是讲所有的人 大多数人跟你讲说 中国太大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中国人没办法民主 民主要乱的 对 而且肚子要喂饱 不容易 民主要乱的 中国太大了 不是你们想那样子 其实就是在自欺欺 那些都是谁闹 你看国民党以前 在拒绝台湾民主化 是不是同样一套理由 用尽理由 同样一套理由 太小了 没有 台湾不适合民主 因为太多人 在贫穷县以下 那选民根本不晓得 民主为何物 其实我以前 讲同样的话 你讲我觉得我完全同意 中国要不要民主 我们完全尊重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国家发生什么变化 我完全尊重 可是你中国可不可以也尊重台湾 你不要一直讲我们是你的 我们就不是你的 就大家互相尊重 对不对 你还在说梦话 我很坚实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背后是教育的问题 他们就严格被教育 台湾民主义中国一部分 越往北方 好 不过我这个有一些生意人 提醒大家是有商机的 对 因为中国一旦过来 卖雨伞应该还蛮好赚 对对对 好多面具 好多面具其实应该 好多面具 我们说好多面具 N95 那个护目镜 护目镜 对 好 这个就是全部的雨伞 对 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 早上看CNN 把它形容 这叫雨伞 雨伞革命 对 Umbreon Revolution 对 大家都在雨伞 雨伞革命 而且对香港人来讲 我觉得他们心目中的痛 会比我们更严重 为什么呢 香港是全世界 现在还在很认真 纪念六四的 唯一一个地方 台湾已经没了嘛 对 台湾总统都不太敢讲话了 对不对 那个你刚刚讲说 梁振英 他其实有在CNN 写了一篇文章 对对 那他 为什么要在CNN写 为什么不直接对话 因为他诉诸国际 说我们不允许 这种非秩序的 这种没有秩序的非法机会 你知道他中文叫做什么 原始出造的情绪 是徒劳无功 对 这个叫原始出造的情绪 对没错 那也是无路用的 没错 可是看起来这个罢课室还要再扩大 他们现在扩级到要 中学 罢市 罢工 罢教 罢课室一开始是学联发起的 那现在已经扩级到劳工 包含老师 包含其他的各行各业 那现在就看香港人能不能大家体认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环节起来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你如果追溯以往 从记不记得当时中国要求基本法23条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刑法100条 在2003年的时候 就说你连思想都不可以不爱党不爱国 当时香港人是有30万人上街头 2003年的时候反基本法23条 那后来呢 沉寂了一阵子 那后来开始反洗脑教育 到这一次的真特首普选 其实你去把那个历史的众生拉长来看 他不是偶发事件 他是一波接着一波 就是我觉得那个学联那个声明发的 讲的很好 他说我们过去忍受这种不民主的方式 我们过去接受这种不民主的方式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忍无可本 我们不能再忍耐了 因为你再忍下去 香港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香港人就是因为从97 英国人跟中国人用不民主的方式 因为当时也没有经过香港市民同意 就把香港还给中国 然后一路下来都没有用民主的方式 对待香港市民 其实民主的种子一开始的萌芽 都没那么大 那种一次镇压 就突然就变成大树了 再一次镇压 再一次镇压 但是从中国来讲 香港人 香港人真的快要升 520之后你看看长多大 香港人真的 记不记得 以前十字镇压后面就是国民都把那个党加掉 大家都在唱 以前党外杂志 我们那时候特种部队还在戒严之前 对不对 去查一本 奖金10块钱 去查扣他的党外杂志 然后还有就是 国外路有一个书爆摊的一个像大塞 他都有 有啊 你越近大家越爱看 其实香港 香港这次为什么民主被激出来 其实刚才有一个重点 香港快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 现在香港到处都看到中国人 他们原本一条 就是马路旁边的第一线商店 是为香港人服务的 那么香港便利超商是为香港服务的 现在不是第一条线的马路 就是第一条店面 全是为中国人开的 他们现在买东西要推到后面巷子 甚至楼上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要的生活吗 第一件事 第二是呢 他们现在以前在香港的这个钞票啊 都是由两家主要的外商银行来做发行的 现在越来越多都是中国 中国银行 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现在中国银行已经慢慢的 所以现在港币有好几种版本 那为什么会担心这件事情 以前是由外商银行来的控管 就是香港的金融 所以他香港的金融非常自由 就是你要在那边做任何金融生意 你只要有证照 你只要有证照 你就一定可以做 在碎片 你只要有证照 没有证照也可以做 没有证照也可以做 对 不能做 可以 没有证照 不能做 可以管理公司 没有 王解敏 没有证照可以做 要赚钱的工作 我们回到正常的内容 可以吗 这样不是你挑起来 如果回到一件事 那你现在发现什么情况 你知道我跟各位报告 现在越多金融公司 已经不在香港设支部了 像以前我在复达 就是全世界最大金融公司 对 那我们说 无论是研究部门 跟管理台湾的事务 都在香港 现在陆续都 拨到新加坡去了 我原本 为什么 因为就是 中国因素 中国因素 因为你现在知道 这样子说 你中国银行在香港 可以做的生意 不代表其他外商银行 在香港可以做这个生意 就像我们台湾可以发人民币 但是我们人民币 是不能自动游通的 还是要经过中国银行来 所以中国银行 不得了 在台湾 他一个分行赚的钱 等于我们所有外商银行赚的钱 还要多 我再说一遍 中国银行 一年赚的钱 等于我们台湾 所有外商银行赚的钱 还要多 他赚什么 赚人民币 这个利差 我们他放3.5给我 他到中国放7% 对 暴利 我觉得香港 因为我有认识一些香港朋友 我觉得香港朋友这些年来 他们的感受非常的深刻 大家可能不知道 台湾现在 从肯定一直到 我那天带太太去七星山梦幻湖 都遇到香港自由起 确定是太太 他们是太太 是太太 我也不像你 为什么跟人家喝咖啡 然后 你要惹我就这样 好讨厌跟这些男人一起聊天 跟哪个人喝咖啡 介绍我真心 好歹我又没拍到 好了好了回到正题 我讲你们两个真的大鼻子大眼圈 大鼻子是没关系 然后我跟你讲说 香港来台湾自由行 然后其实香港移民来台湾的人数 也在增加当中 那么事实上 其实那个杰明讲到一点 其实这些年来 他们有一种被掠夺感 你会觉得陆克来很多 观光客人 他今年中国人去香港 几千万 几千万 是他总能投赎的几倍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还记得吗 那是台湾的四倍 刚杰明讲的是民主上 精神上的掠夺 对不对 香港快要什么都没有 他连奶粉都快没有了 你知道吗 香港的奶粉那时候后来 因为中国大陆那边来买的太多 那时候刚才三聚清安 瑞德你刚刚讲一个重点 今天9月29 对 10月1号起中国的国庆 那你刚刚讲说 中国的国庆怎么会忍受香港 当然不能忍受 那可是还是没有赶走 越聚越多 你错了 你错了 我相信了 重兵对不对 before midnight 重兵一定会 一定会这几天 你一定不会让他有机会 明天晚上之前应该会清场 一定会清延 你放心 一定会清掉 他既然是港警清还是解放军军 港警先清 如果真的清不掉的话 对不对 真的清不掉 连香港特首都有危险 他会被撤翻掉 你知道吗 所以一定会清掉 非清不可 我跟你嘛 连橡胶子弹都可以飞在后面 香蕉子弹的枪都可以飞在后面 然后还有就是说 刚刚还没讲完的是掠夺性 解放军这边就 就开玩笑 那不得了 对台湾的选情 都会反正产生很大的激怠 那个影片一直放 没有错 交五年不会让你失望 那个军队基本上是那样 当然啦 他绝对不客气 他只要不用进来 他只要播放 因为他现在不敢播放 不然我刚刚才播放 天外门前我们怎么干的 你还敢在那边 你知道吗 掠夺式 我们就把王伟林造出来 掠夺式的除了所谓的奶粉之外 还有你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怎么会香港人会为了一对中国来的 爸爸妈妈 因为孩子在那边大小便 在香港街头大小便 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 对吧 那个 维屈跟那个气 忍很久了 可是瑞德 我觉得我们我也没那么乐观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这样也整过7万人 对 香港有大概700万人 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样子只有百分之 我回应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 你刚刚讲香港人其实就是 以赚钱为他们的价值 对啊 少数有民主概念的应该不多 所以侯妍现在有一个问题 香港其实有一票人 他们其实是打着安定的口号 我就忍气吞声 他叫大一炷轩 大一炷轩 就是说 我有赚钱啊 这个衣服我知道不合身 对啦 先穿嘛 可是我们要穿嘛 虽然香港的所得比台湾高 你也不要忘记 他的房价是我们台湾的三四倍以上 你知道吗 所以才是为什么这些人被中国的资金炒房 炒到所有的那个大马路 你要吃的东西全部都退到巷子里面去了 那香港人为了房子的问题 有房价租金这么高 可是香港有一票人是希望安定的 你看啊 他只要赚钱啊 这一次 利用派的建计广告来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 香港人的心情跟想法其实也很两极 没错 有一部分的人也不算小部分 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接受这种带住心啊 就是说带住 广东话不好 带住心啊 就是说先这样吧 对 先求有再求好啦 好说 这就是马英九讲的口头产 也不是 他就知道这个已经有了嘛 就是这不适合 但是先穿吧 无内嘛 穿吧 那你能连着怎么样 现在香港你要居住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那很多人的房子 像上次这个长江十一才盖一个六坪多的房子 全部卖完 六坪多 里面什么都有 鸟居啊 什么都有 就是你客厅啊 厨房啊 卫浴啊 都有 那瞬间卖掉 一坪要卖一百多万 那瞬间卖完 大多数香港人卖出去 所以你看香港是连住居住 而且你要知道居住的权利在这手上 居住的权利在香港政府手上 因为他们很多是国有地 所以他们是国有地盖完之后 再卖给这个一般老百姓 所以大家去抽签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金九铁路啊 已经在盖了 对 已经拖了 这已经他们金九铁路拖到现在 他们都已经很不满了 对 就是说对促进香港跟大陆的这个往来的这一派人 都觉得香港这几年很不好住 不是因为不民主 是因为太民主了 这些人意见这么多 你知道吗 要不然他说十年前金九铁路就已经通了 就是从九龙直接可以到北京的 OK 然后再来韩阳说你们不是炒什么住房太紧张吗 对不对 那东北新建那边要盖房子 就为了两只海豚就不准盖 诶 中国白海豚 对 就为了两只白海豚 两只白海豚怎么乱跑 怎么一下子跑到香港怎么一下子跑到我们脏话呀 再讲一下 这真是白海豚的豆腐 叫吴德定去叫他转个外面嘛 对对 转个外面去哪里 不过我要跟各位报告新建盖了 这是我要说第二件事 其实香港人在看中国 他们就觉得你这样做下去 我们要去哪里 那个中国人怎么去对付新疆 移民 就大量移民 现在这个中国人怎么对 脱沫也一样 对 怎么对香港 就是你当成香港生了生小孩 就是香港人 然后接着新建就开始盖一堆房子 这些堆房子也不是为香港人盖的 其实就是位于 就是具有香港国局 香港身份的大陆人 他可以搬到地方 那房子是贵的房子 那不是便宜的房子 所以他已经几乎用这种方式来掌握你的经济 那第三个 真正具有经济的人去哪里了 如果像我很多香港的金融业朋友 他们现在直接申请新加坡移民 直接考新加坡证照 再说一遍 去香港新加坡也要证照 好 去新加坡考完证照 你还停 没有证照可以赚更多 你不要惹他了 我知道 去新加坡职业买证照 然后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要申请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最近也开放移民 你有新加坡的工作权 你就可以去新加坡军联 新加坡现在对移民 对台湾移民 尤其对大陆移民 设限非常非常严格 所以台湾现在也非常严格 对香港 它就是很轻松 而且一定要取得香港的身份的时候 你买房子可以省掉10% 在新加坡啊 对你新加坡非当地居民 你买房子也 你要扣10%的这个 所以你看 其实北京也了解香港 他在吸收香港的金融人才 没错 北京怎么了解香港 在人大不是做出 所谓的这个特首爱国的 这个原则之后 习近平讲 说我们要更加的 开放更多的 这个大陆人士 到香港去自由行 换句话说 我让更多人去香港 让你赚钱 听我的听话的你有钱赚 不听我的我严打 不听我的棍子就下去了 其实用这种罗伯跟棍子 而且你必须佩服北京有脑袋 今年6月李克强去了一趟伦敦 带了几百亿美金的这个采购案 连英国首相克曼隆都必须带自己上兵 哇这个这个拍李克强马屁 你想想看你会不会发现历次的英国政府 在香港人被警察这么打的同时 你会发现英国政府好像 比较没有像美国这样子 至少出来多说两句 这中国的内政问题 英国要管什么 是没错 要少数几个人有说 但是你看 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先 你看中国就先把英国政府按捺好 好 接下来 让这个所谓的前宗祖国 这个吃人熟 这等于是吃人嘴软嘴软 拿人手短之后 我再来对香港进行这种 所谓的严打的一个措施 你能奈何 而且多数香港人 其实我想他还是真的为利益 台湾人其实也一样 那你说说看 这个时候为什么只有7万人 如果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再来 还能剩下多少 这才是我们要看的 就是说台湾 很多人现在网络上很多所谓的明 今日的香港是明日的台湾 大家有那种存亡此行的感觉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盯着 因为我们你看看 中国都可以对香港这样子 如果台湾真的变中国的一部分 以后我们会 是因为真的7万人 对整个人口比例来讲 就像郑大哥讲的 你知道香港昨天天好运还是满的 我讲的是茶楼 可是上次50万人口 占台湾人口也是两个百分 我的看法是两个百分 虽然上街头的只有7万人 但是我 不一样 台湾2300万是因为我们散居在各地 你要到台北来是很困难 香港很小 700万人就在那里 他们很容易进入 如果以台北市 就是县市这样的规模 他们其实不应该是7万 应该至少要个30万 你看我们台北县市 也差不多700万人口 对差不多 可是我 出来无数 我觉得香港上街头7万人 但是我想心里在认同 或是支持这样的理念的人 不敢出来 应该超过 我觉得至少应该有 10%到20%的香港市民 是认同他们这样的行为 因为他们投票本就很低了 对 那么这个香港 其实本来一国两制 是要做给台湾看 就是说我好好的对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谢谢 我们说服台湾 谢谢看到了 那是个典范 所以习近平就 这个在建玉木铭的时候 提一国两制 对台湾 为什么这时候要建玉木铭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香港 他们要处理了 香港要战中 这个时候 建玉木铭的场合 来告诉台湾人 我就是要一国两制 他根本不怕你台湾人不要 你知道他现在就是我这个框架 就是这样 即便我现在这样对香港 对 我也不怕你台湾人 你们没有话说了 我就是要一国两制就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警讯 可是你这时候突然间会 会思念起吴锦涛跟温家宝 吴锦涛跟温家宝 尤其那个口才那么好的温家宝 他对台湾的态度是比较软的 就是比较统战 这位鹰派的习近平 爬也要爬来台湾 对啊 开什么玩笑 这辈子有能力 爬也要爬 我跟你讲 连我听了都动容啊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因为来的太晚 对不对 因为这老百姓 那个救不出来干什么 很生气了 温家宝一来看到他以后 我来晚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然后再来就是 骂那些人民解放军 跳伞 死也要给我 跳进去 哇 老百姓全部哭了 我来给你们拜托 爬也要爬来台湾 当然啊 然后对你们开枪 没有开枪 人家只是给你 丢这类瓦斯 这类瓦斯而已啦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为什么 他为什么突然间 在这个时候 讲一国两制 还有 其实对不起 中国讲的好话 我们真的不要相信 当然不要相信 他真的只是要统战 但是他至少 还要跟你加星星的统战 加星星我还害怕 我喜欢他比较直接 现在就直接一国两制了 你知道吗 我话就讲 老百姓就修好 他这样讲 我宁愿他 直接就把飞弹 就摆出来 这样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不要跟谁打仗 你这样子搞不清楚 可是我觉得 当然他讲一国两制 其实基本上是倒退 因为一国两制最早 以前他没讲啊 一国两制最早是邓小平提出来 其实一国两制最早是针对台湾 先做给你们台湾人看 所以其实说香港不是怕一国两制的逻辑 对 一起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 香港基本上 结果五年就变了 还五十年 可是我觉得中国怎么讲 我们知道他在统战 那我们的总统 有回应了 昨天有回应了 对 那是因为要选几 无法接受一个两制 那不是马英九讲的 无法接受一个两制 是中东府的发言系统 马英九真正 马英九真正讲的话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反问的时候 他说 他说台湾是中国 唯一能够实施民主的地方 中国 对对不起 为了不要说我们误导 我把英文原文念给大家听 台湾是中国唯一能够实施民主的地方 就是他接受半岛电视台的专门 那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 台湾什么时候变成中国唯一能够实施民主的地方 那就是一国两制 那不叫一国两制 那就是一个中国 对啊 他的这个会不会是指华人世界的 不是 他就讲China 马先生啊 他到现在还对马锡会不死心 你可以看他最近接受几个 就是说接见几个外国媒体 他始终跟他 跟他讲 哎呀中国误会啊 所以以为APEC让我去啊 是两个中国啊 那是中国的误会啊 所以基本上他到现在 他所讲的都是一中架构 换句话说 他在跟习近平讲 让我去啦 我反对台独啦 我们不是两个中国 也更不是一中一台啦 我反对台独啦 我还是在支持一中架构下 你让我去了 所以习近平讲一中一国两制的时候 你看他在这边喊 我只有一中哦 一中哦 其实跟习近平是遥相呼应的 他目的是要去马锡会嘛 辅方就已经讲难接受了 你还不给他一点肯定 那个是他的发言人 你看马英九永远啊 他当他不想讲的时候 这个美国刚才说 利弘是公共有独立啊 因为这个是对台湾的前途 没有错 台湾在国际上的定位非常重要 就很关键的时刻叫总统 总统一定要说话 如果不怎么样就交给胡汉坏 一定要说啊 你要跟全世界签自由贸易 你越觉得 你越觉得是你是中国一部分人 要跟你签自由贸易 一定先看中国的意思嘛 所以他左边说要跟全国签 跟全世界签自由贸易 他自己说他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就是你讲的 如果是习近平的高度出来讲话 我们这应该要马英九的高度出来讲话 因为这是习近平对台湾的讲话 他不是马英九不站出来的讲话 他不敢啊 因为会得罪中国啊 你看这一次APEC 连管中民都不能去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去吗 因为他叫国发会主委 因为有个国字 所以你不能来 对不起你不能来 你如果叫金建会主委你可以来 可是你叫国发会主委 对不起你就不能来 所以再讲一次 习近平是对台湾 说台湾就是一国两制 照理这时候我们的总统要出来讲话 对 我们不接受 应该这样讲嘛 对啊 可是是习方哦 是总统五发言人 总统没有讲 是马伟国 是总统五发言人马伟国 而且马总统一定要 而且马总统一定要站出来讲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呢 习近平现在是所有的这个主席当中 就是三个全抓的 就是打政兵军 所以他某种成交友是对军方的喊话 那你马总统号称三军总司令 这个事情怎么可以不讲出来 以往我们总政治作战部的前主任 是是是是 哇那个什么 许立有上将 参唐盛世啊 哎呀 祖国讨论好好归备说 这个中国是属于台湾的前途 要中国来决定啊 对不起啊还加一句 有生之年啊 请先放弃你们的终身奉 再讲这些话 还好已经97 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习近平 这个是御牧 许立农 御牧民可是走在后面哦 许立农还走在前面的哦 人家是新党精神领袖 所以要尊重徐老爹 以前我当兵的时候 都叫我杀猪拔毛 消灭共肥的 对就徐立农啊 对 那个完典名之后不是来呼口话 中间也不是有句消灭忘了共肥 解救大陆总邦 跟当年要被消灭的对象 鞠躬哈摇 这不就共肥吗 对啊那是共肥 而且我刚刚讲的嘛 还说是汉唐盛世嘛 还说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嘛 希望能够看到这样吧 啊怎么现在他去和你 手搅拌作为 搅拌十几年了啊 这些徐立农 他也没记住跟他们说 我们两个好啊 我们两个好 你们现在也要和他好 他在管理 以前我都不中了 现在是杀猪宝吗 没错啊 就是那个上猪肉啊 就是杀吃的很好啊 杀猪肉 然后大家喝红酒啊 然后喝白酒啊 大家打成一遍啊 你知道吗 习近平 交代他们是人民大会堂 嗯 张志军啊 交代他们是国兵馆的 钓一台国兵馆 钓一台国兵馆 对啊 所以他们是什么 国兵啊 他们是国兵耶 可是 戴军以上兵啊 因为他们的主张 他们的诉求跟主张 其实是符合北京的要求 没错 那北京这个时候 找台湾的统派人士 符合他们政治诉求的人来 来告诉他 我们要一国两制 这些人是多说多说好啊 但是是不是 在台湾和立委就算不上呢 有人这次你看看 这次让七十万 别说这次 这次都还不算的啊 对 你看立志的名字 现在台湾二十万岁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这样才要去报啊 因为那边 这那个那边有温暖啊 OK 对不对 互相利用啦 而且 习近平也很清楚嘛 主张统一现在在台湾大概不到5%了 我们没偷讲一下 他也很清楚啦 习近平现在遇到的一个 这个事情就含 包含我们台湾有一个知名的戏剧制作人 蔡志平被这个监管 OK好 最近外面 外国外的媒体也在报啊 就是大陆这个反贪服 OK好 这个真的是很很大的 没错 很大很大的很彻底啊 那当然这个据说短期是有一些痛啊 比如说奢侈品啊 高价的餐厅啊 生意真的 北京那种高档的餐厅大概关掉 没有没有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啊 OK好 但是整体来讲 外面还是传还是给予肯定 为什么 因为这会降低各个企业在大陆的成本 奇怪 这打贪会降低成本 成本不是工资啊 管理啊 什么的 因为人家行货啊 OK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 可是习近平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你打贪服打成这样 哎贪服叫共犯 嗯 对不对 所以我想他自己可能也要有一些 有一些准备啦 没穿了后 搞不好被贪服说打败一步 不会不会不会 那么这次为什么会连财志平他们都烧到 事实上7月的时候 我们台湾一个制作人 电视制作人就被 被禁管了嘛 嗯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打贪腐下的词鱼之殃啦 在中国做生意的潜规者 大家不知道吗 就是这个嘛 我等坦白就是 那过去都一样嘛 拜托 他们都可以直接到澳门的赌场 澳门赌场都受到影响 今年的收入都大举的影响 为什么 过去有个官员去 直接3亿人民币就输在那个地方啦 还有一个1亿人民币就输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中共的官员 他可以输在那个地方 那钱从哪里来 然后呢 其实跟一件事情有关心 他们要把整个央视 我告诉你哦 明年央视的除夕 搞不好连那个央视之夜都没有啦 你知道吗 年华晚会搞不好都没有啦 央视一半样的人会被铲除掉 台长抓几个呢 有一个我印象上非常深刻 叫做瑞承刚 瑞承刚是央视财经节目的红牌 男的 他被带走了 而且他是准备要赖鼓的情况下 前10分钟不见了 不见 节目他里开天窗 没人在一起走 带走了 直接带走 国安人员把他带走 带走了以后呢 为什么原来纽约时报 还有很多的那个网路 对不对 所有有关于温家把 习近平他家的人 怎么探渡他们的资料 都是经过他拿给他们的 那他的资料哪来 我们有时候要 我们有时候要参考一下香港的某些 我有长期注意哦 香港的某些杂志的报道 确实有他部分的可信性 因为他们在之前就有提到 瑞承刚的一些事情 后来验证是对的 瑞承刚后来说 是江泽民的余孽 他的太太 有个叫令计划 他的太太 说是干姐弟相称 也姓谷耶 谷利平啊 谷利平说是用强迫的方式 把他给怎样了 你知道吗 就是面熟了 对 然后呢 他老公再透过他太太 把这个给他 是说 是这个谷利平强奸瑞承刚 那是 那是片面之识的 我觉得那应该是在摧毁他的人格 没有错 那是故意的 抹黑瑞承刚的 对 因为要入他的罪嘛 中国都会用这种方式 男女的东西来抹黑你 就像 博西兰也要承认自己被戴绿帽 没错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原因是 那要摧毁 他要摧毁中央电视台里面的旧势力 所以他拿贪图打最容易 拿男女感情私的不检点最容易 对不对 就休息金刚刚 因为高总看我来取 要取一个央视主播嘛 确实 没有 这是香港学联的那个 主席也叫周永凯 那党政军谁不听我习近平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确实如果没错的话 确实是这些反共势力 江泽民系列确实想要干掉习近平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多以前 习近平有一次 突然间还没有正式接班之前 18打之前 突然间两判给失踪了快半个月 对对对对 那一次没有错的话 真的遇到暗杀身体受伤 他连见 像那个西兰 他连见他们西兰都不见 你知道吗 所以表示真的 所以人们经过两年 把这些人一点一点一点 那这些人 盘根错节是这么简单的吗 一抓几千个几万人 从相学来看 因为当时就说 习近平啊 还有这个李克强啊 对不对 都有可能会接班嘛 对不对 好几个 当时就有人讲说 这个叫 这个很强烈 因为他嘴唇是黑的 这个人要很小心了 他的嘴唇是黑的 所以这很害怕 很害怕 这段时间我注意到 李益胜文一个最新的新闻 让我非常的压抑 他突然间吴玉井的搬离地堡 回家跟爸妈一起住 因为你 你知道为什么 我非常的讶异吗 在他正式打败丁守中 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的时候 我就呼吁他搬出地堡 那既然地堡不是你的房子嘛 是爸妈当时担心你 说被马面开枪打中了以后 那你担心你的安危 那现在都已经经过那么多年了 而且你也要出来选台北市长了 你不应该再害怕了 你还有水户嘛 那你搬离地堡 而且讲真的 你最大的造成就是钱 就是权贵 那你就搬离地堡 问题是一瓶大厦跟地堡的材贵在哪 问题在没有 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那时候的意思是 那是一个mark 我当然知道他有钱 他搬你地堡的地方 但我只是说 那是一个mark 地堡就是你永远的梦义啦 对不对 当时你知道他们怎么讲吗 当时所有帮林胜文讲话的 还有助选的国民党的所有的人 议员啊 议员啊 议员人都说 没必要 为什么 我住这个中间啊 我现在搬走的 什么什么就是矫情啊 对不对 我干嘛搬走呢 而且有钱不是罪恶嘛 那是爸爸的房子啦 然后如果现在搬走 人家也会讲啊干什么 那竟然就是你干嘛搬走 你干嘛现在 你干嘛现在过几天 搬走就代表了 搬走就代表了